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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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团党的宣传主任万赛夫提醒首相伊斯麦沙比利说 图团党支持他认向是有条件的 而这番言论也迎来了武统最高理事穆罕默不爱的回应 表明说提前大选将解决图团党的威胁 另一边乡 首相署前部长在伊布拉辛向今日救大马指出 停止政治操纵的最佳方式是举行全国大选 让人民来决定前进之路 拯救大马 他罗列出一系列大马所面临的问题 像是经济不景细 劳动力短缺 通货膨胀 还有一位不知人间疾苦 没有作用的财政部长 那么再一次直言了 武国的状况糟糕 是因为缺乏良好的领导 他也批评首相伊斯麦和他的内阁雍诺无能 不配成为海豹男孩 再也海说了 伊斯麦双手被束缚 只能够在同一批无能者当中做选择 而这些人过去曾经是失败政府的一员 因此无论谁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任首相 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每日新闻昨天是报道说 政府预料会在今年尾之前 把最低薪金调整到接近1500令吉 大马雇主联合会却认为说 此举将严重打击微商和中小企业公司 而且具有外籍客工获益 那么MEF的主席赛虎先生说了 当公司实施更高最低薪金的时候 将推高商品 服务和运营成本 并且转嫁给消费者 他也强调 大多数的本地工人工资 已经高于1500令吉 因此调整最低薪金最终将让客工受贿 并且增加未贿流失 赛虎先生保守估计 最低薪金每增加100令吉 客工平均每一年会额外汇走40亿令吉 因此增加300或者是400令吉 将导致每一年额外流失120亿到140亿令吉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